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丙子己害更生已有 这个女孩子是说 他的八字是不是烂桃花 烂桃花比较多 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 什么叫烂桃花 什么叫烂桃花 那就是 怎样 不正常的桃花 或者是对你是一种伤害的一种桃花 来讲 所谓的烂桃花不是说在一起 就怎样会争执 那争执是很正常的 我们讲的烂桃花 很有可能就是不正常的一个感情的关系 或者是说 就是不正常 就是说可能是人家的第三者 或者对方是有怎样 有另外一半 或者是对方跟你是一种 他就欺负你家暴的这一种情况 所以 不是说在一起就争执就叫烂桃花 烂桃花的定义没有那么广 假如这样的话 大家在感情的一个生活里面 总是会跟另外一半吵架 那就叫烂桃花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烂桃花 他通常在八字里面 他会有哪几种情况 其实他就只有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 就是日主受克 这一种是最 这一种是怎样 是比较典型的 另外一种就是官萨比较多 可是官萨比较多 只是说他的桃花机会比较多 并不叫做烂桃花的一种现象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来讲的话 我们以看他用红色的来看他的本命 他就是 以木生丙火 结果他会克坑金 我们就会知道 日主受克 他就是一种很典型的日主受克 他的地支 生有 去生子水害水 所以地支来讲 金生水食伤 所以这个女孩子本身桃花 会来欺负他 可是他本质又会去反抗 所以 当然他会觉得说 他的一个桃花的一个现象 并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官是怎样 直接来克他的 克 他就是一种什么 欺负的一种意思 克就是一种欺负的意思 所以 各位你就会知道就说 怎么 这样子叫做烂桃花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男人来欺负他 是非官非来找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各位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 他的桃花现象会不会好 各位不会很好 原因在这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就要怎样 我们就要去知道 就是说 我们要如何降低这个 官萨克 日主的这个力量 是不是 官萨克日主的力量减缓了 我的一个 状况是不是就会往上提升 我有看到人家就说 假如以你这样的话 下一柱会比较好 其实下一柱 我们看到他这一柱是钉 是不是 丙钉火更克的他 下一柱 是不是 丙火更加旺 丙火的力量去克的他 所以他下一柱他的一个桃花运 会好吗 不会的 不会的 但是我有看过 有人就直接论他很好的 当然不是说这10年都是这样 但是在一个大 大的长远方向里面 不会说好到哪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种八字 我们要如何让他的 官萨 能够怎样 变少 这样子他就会怎样 他就会比较好 我们就来看说 以10个天干 因为他的日主授克 是在天干的一个部分 并不是地支 所以我们就以10天干的一个部分 来看说 他的一个状况 好 甲 甲能够不能够 甲几何 乙木生丙火 还是克 所以他不会 乙 不用讲 乙木生丙火 也不行 丙更不用讲了 丁也是一样 物 物就有用了 火生土来生金 物就有用 乙 乙没什么作用 但是 在这边他还是会有一个减缓的作用 所以我们还可以是算他OK的 那耕呢 各位 耕反而没有用 因为乙耕义合 火还是克过去 辛 绝对有用 润 润有没有用 可以 润水克 克丙火 日主脱坏 癸水 没有用 所以这个就是他在大运里面最好的几个 物 疾 辛 润 各位 你就会知道 他下一注来讲的话 就是丙 再来 疑 再来甲 所以他的一个桃花的一个现象 其实各位就会知道 其实不太好 不会说很好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的一个喜用 来讲的话 就尽量的 看他是要用土 或者是水也可以 金也可以 但是一般我们会比较强调的是 希望说用土会对他比较有利 用土 因为土来讲 土 我生土来生金 荔枝也可以土生金来生水 所以 我们一般会给他的一个用神 是在于土这一块 土又是他的什么 土 土是他的五行是土 可是这个五行对他来讲是属于印 印是什么意思呢 印就是他要学会忍辣 他要学会 包容的这一种特质 所以他来讲他的婚姻上 我们都会知道说一定是 不然就算他结婚 你看官善来克他 所以丈夫对他会不会说很好 其实不会 就算他丈夫对他很好 他都会感受到什么 压力 他会感受到压力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就必须用印的特质 忍辣 多做少盐 的这一种的状况 去对抗这一种情况 然后 多吃一点 多说一点 把自己稍微的养比较胖一点 把自己稍微养比较胖一点 胖 反而对他是比较有帮助的 他另外一个用神 我们就比较倾向于会用金 因为金来生水 其实ok的 这边金 当然羹金比较没用 合心金是不是 丙心一合的时候 他就怎样 也是脱困的一种特质 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的 就是用金 土羹金 不会给他土跟水 那用金水也勉强 可以的 金水也可以 这一边就又透露出一个 就是说他的一个 天干地支共用的一个用神 他有三种 就是土 金 水 但是我们给人家一个用神 能不能够三个都给他 当然不行 他假如在生活中 同时执行三个用神的时候 力量会大幅的缩减 所以我们一般 这边我们给人家用神 最多给两个 最好给一个 一个为什么 专心努力执行这一个就好了嘛 不要贪多 两个是比较正常的 三个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效力 所以在给人家用神的时候 我们要给他 差不多就是两个 最好一个 来讲 你给人家两个的时候 你总不能够给人家是互克的 如果土又水 土克水 请问 你给他水有什么意思呢 没有意义嘛 对不对 你没有 所以给他的两个用神 这个五行是要互相 能够生的 这样子对他才比较有帮助 所以你可以给他土跟金 或者是金跟水 这两个都是可以给他的 严禁给他三个全部给他 然后或者是土跟水 两个互克 这个在给用神的时候 这个是要特别特别去注意的 一个点 这是要特别特别注意的一个点 所以你给他的用神不同 他要做的事 就会不一样 因为我会比较倾向于用土 所以我会叫他用印 可是有些人可能是给他金 金的话就是笔尖截财 他就要怎样 从人际关系去下手 有些人给他的是水 水是食伤 食伤的话就是要从什么 他的专业能力去下手 所以他可能就要当个女强人 他要当个女强人 所以各位 你给他的用神不一样的时候 他的做法也会不一样 各位要了解这个 你给他的用神不一样 他的做法也会不一样 这三个全部都是他 不错的用神 可是实际上 有的人有的会互相排斥 所以一般来讲我会说过 不是所有的你都可以做 我们就最多给两个 五行 然后两个要互生的 所以我会比较给他土跟金 也就是说 要硬跟比肩 多吃多喝多睡 然后多跟朋友出去交劲 这样子他就比较有能力去抵挡煞 这样子一来的时候 他的一个官自然而然就 就会比较好 你用食伤去对抗官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也知道 对 你或许强势了起来 可是 你的另外一半不见得会让你管 那就很有可能就怎样 他变成是吵吵浪浪的 这个就是我比较会害他的点 所以我一般不太会给他水的原因 在这一边 所以 每一种用神 每一种五行都有他的优缺点 你要 根据他的一个优缺点 去找出对他最有利的一种情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在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